那个就是由那个那个中国政府来那个那个执行 包括那整个大的就是那个账区是 这个汉人是好像是 那个汉人好像都要驱离吧 又康那个就是那个那个说这一块 我感觉这个好像是 说这种自治的话怎么 想到我认为一个那种有主前的伟大可能也都不会接受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中央政府说几十年的那种改善 我想问一下他说就是 五十年前的出现那个问题 说这个有一些农奴 就是是不是原来是真的有那么残酷 是不是那个中央政府在说谎 这个事实上我问一下 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您 聊您的杨先生 对他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您先稍微回答一下 就是达瀾马提出这个自治方案具体的 是不是说要让中国的这个汉人的政府 还有就是军队撤出 只有说中国政府中央政府 可以管辖外交方面的这个事务 这就是达瀾马 从来没有说过在西藏的所有韩人持续 但是达瀾马是这么说的 现在明年到西藏移民的韩人很多 现在整个战区的话 战人的人口差不多成为少数民族了 所以他说应该要限制这个移民政策 那么人生得到自治以后呢 那么在现在在西藏的汉人 该怎么办 那是到时候要解决的问题 那主要就要看他们自己 或是到时候有什么新的政策 那单位说 我们把汉人都执着 刚才他也谈到了 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宣扬的 还有就是说 一直在说五十年来 不断发表的这个西藏的白皮书 不仅是今天刚刚发表的 这个五十年的白皮书 那一直都在谈到说 实际上在西藏的这个解放 是解放了百万的农奴和奴隶 这个事情还要就是有一些 过去的农奴的这个血汗史 血泪史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 解释一下是不是属实 好的 这个他们把这个西藏 就五十年以前的这个西藏的 社会行政定为农职 这是其实是中国政府是为了 自己在就是自己怎么说 自己统治西藏的这种合法化 所以才提出了 这也是1959年 达雷兰马做出以后才典型的 那以前呢 他们把这个西藏的这个社会 性质没称之为是隆隆之 咱们记得在五十年代初 这个西藏政府和中央 就现在说的是中央政府 就是白京的政府 在在北京就是谈判 结果有个叫十几条协议 那时候他们就称之为 暴露西藏行政的政府 他们又说是暴露西藏的农农职 所以这个农农职 农职这个的话 其实所有的赞人都会把这个西藏的社会 性质定为农农职 感到很怎么说呢 不公平 有些很多赞人就自己所知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所以他们不以为是 这个制度是个农农制度 但是这个制度也不是什么 怎么说呢 民主制度 它有它的问题 但它确实不是什么 中国政府所说的那种黑暗 好的 我们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来自陕西的袁先生 陕西 袁先生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的话有两个问题 想问一下嘉宾 就是这个当日晚了的中间路线 听到好像是受到一些 藏人的那个怀疑 就是说是不想再坚持这种中间路线 不知道现在这个 在海外的和西藏地区 这个藏人对中间路线 现在还有什么看法 再一个就是 你像那个 西藏的那个 说是从外面了解到的 就是说中间信仰这个受到很大冲击 但是我们这什么样子 像上佛教寺院这些 烧香这些的还是 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宣传 但是 据你们了解的就是 在藏区这个 藏人的这个 中间信仰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好的 好谢谢您 陕西的袁先生 对这个最近发表白皮书里面 也说到西藏现在共有 1700多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 也结合他的这个问题 您跟我们就是说 说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 好的 现在就是 这个中国政府的白皮书说的呢 就是那个数量 我也不能说那个不对 因为就是79年以来呢 有些负负了 那以前的文化大革命 以前或者文化大革命 以前差不多整个战区的话 现在这留下了六座四座 几千多 六座 对 那些也算是一种 就是保物馆的形式 博物馆的形式 对啊 不过呢 那现在有1700多座了吗 就好几千座 已经就这么说 毁没了 但是呢就是1979年以后呢 重建了很多寺院 那些有些是中国政府出现的 但大部分是当地的 就是民主出现自己的那个寺庙修理 不过怎么说 看起来很多寺院确实重新修建起来 但是就是1979年到差不多是80年代中期吧 那个时候呢 整个中国的这个政策是比较开明 那期间呢 这个战区的话 不光是佛教 这个战区的传统文化 这些也怎么说呢 出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居民 但是1989年以后呢 到现在确实各方面呢 比走下坡路 为什么走下坡路呢 这个就是19888就在西藏也出现了问题 在尤其是在中国呢 天安门就学生运动以后呢 整个中国的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巨石和政治形势呢 变得比较开明了 关门了 就是经济上啊 你一看起来的话 这过去20年是就是开明 但是政治上呢 中国政府呢 对这在西藏来说的话 也是比较 比较抓得比较严 这样一来呢 现在呢 你看起来确实 如果你到战区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些寺院 也可以看到一些和尚和尊人 但是这个 这个对西藏来说 这个寺院是一个文化中心 不是给人看的 在文化中心来 那它有很多的活动 它一般来说 以前的话 西藏来说的话 确实没有记住学校 但是这个寺院 它起着一种学校的作用 也是说教育 还有整个这个文化 传扫的一种中心 不过现在呢 宗教文化活动 有没有受到限制呢 对啊 这个呢 再说是在校学生 或者是共产党呀 或者在这干部 是不能信任 当然这是政府的一种规定 还有在寺院里呢 就是也就是 活动也有限制 再说呢 寺院里呢 也一般来说 政府 规定的 允许的那些活动 也可以搞 有些呢 他们定位是 不能允许的 所以这些都对整个这个宗教 它发展起了一个 这么说很大的限制作用 刚才这位听众还问到了 就是海外的藏人 还有西藏人 对于达赖喇嘛中间路线 现在是持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呢 确实你看 达赖喇嘛提出这中间路 道路 有好多年了 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差不多可以数据 所以中间路线 实际上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点 是不是 一个是争取自治 而不是独立 还有一个就是非暴力的这个争取方式 对啊 这个非暴力这个方式 在达赖喇嘛 领导下 这个西藏人民 一直在做这个非暴力道路 现在我想这个整个赞人 还是支持 这个中间道路呢 有些赞人的话 确实失去信心了 因为他们认为 达赖喇嘛再说 他不够肚立 但是中国政府还 马他为是分类主义制 中间道路呢 就是说2002年至去年 这个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 商谈了好多次了 但是结果呢 去年